肖战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演员,主要是通过拍摄陈情令做红,可以说速度是非常的快,但是肖战的运气却不是太好,好不容易红了之后,又被粉丝坑了一把,虽然都是网络传言,但是毕竟无风不起浪嘛。 拍摄的好几部电视剧《玉骨瑶》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也是迟迟没有播放,网络上对肖战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。 说的最多的应该是,对于肖战的演技,是不是过于夸大了,个人只想说肖战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演员。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,以七十年代的北京为背景,主要描述的是一群年轻人的奋斗史,从高考、创业、从政、下海,每次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宝贵财富,为了实现当初的梦想,为了让生活更加的美好,他们不断的努力,还有女性角色也相当的丰富。 并没有因为我是女人而软弱,这部剧中有争吵、迷茫、决裂,同样,友情、爱情,都值得我们付出真心。 这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电视剧,是一部带有很多正能量的电视剧,这部剧的男主是肖战,看到肖战,大多数网友的评论都是,只要是他,就一定会看,肖战演什么,我们看什么。 足以见得肖战的人气是有多么的旺,肖战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演员,而且肖战也是公司力捧的人物。 这部剧的男主由肖战担任,可以说非常的符合,从形象上来说,肖战长得非常的端正,看到他的时候,永远都是把灿烂的笑容留给大家,这个阳光的大男孩总是能带给人们希望, 正如这部剧中的男主一样,努力的拼搏,希望身边的人能生活得更好。 从演技上来说,肖战可能距离实力派演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,但是却比很多流量明星强很多,他拍戏也非常的认真,对于剧组还是搭档来说都是好事。 从热度上来说,肖战本身的流量和热度是非常的高的,他出演的电视剧,没播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火热了,更不要说播出的情况还是很能保证收视率的。 所以肖战的官配会是谁呢?很意外,这部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女主是苗苗。 说到苗苗,可能大家都不是太熟悉,但是说但是郑凯的老婆,大家就恍然大悟了,苗苗没有参演过很多影视作品,出演过冯小刚导演的《芳华》里何小平一角,何小平在剧中可以说确实很善良, 但是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,个人觉得这个角色还是有不讨喜的地方,而且角色给人的感觉太压抑了,一点都不积极。 所以看完整部电影之后,对这个演员并没有太大的印象。苗苗从长相方面来说还是比较清纯的类型,但是对她真的没有太大的好感,所以看到女主的时候真的很失望。 想看肖战,却不想看到她跟苗苗搭档,顿时想看的欲望就减少了一大半,不过还是很希望能看到肖战的新剧。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,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、留言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